温良恭俭让之让 最后一个了 我们说让 现在人细以为常的 可能想到给老人让座了 然后 就都学过恐龙让离 有老有小 我们让的首先是 这些人 那还有什么呢 让座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 老弱病残孕 让就让的是 需要被让的人 那这些人 相对于你来说 他们就是弱势群体 理所应当 那你让给他们呢 他们如果 我就 好像 应该被让 反而很有道理 这种人 但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 还要不要再让呢 如果还有别人 你就不要让了 如果你 你 确实 觉得他很可怜 那也让没关系 那是你做到了 他没做到 这个让呢 这个让呢 其实是要双方互动的 你会发现 很多人很客气的 有的时候 你让我我让你 到底谁该让谁呢 该不该 首先都该 我们前面说过 夫妻相敬如宾 即使夫妻常常在一起 也要互相尊敬 其实也要让呢 其实也要让呢 只不过我们熟不拘礼了 好像觉得自己人 那有什么客套 当然如果彼此心里都很尊重对方 你就不需要表面的这些理解了 他心里还是要让的 你吃这个 你爱吃 我就让给你 我不用讲话的 这种默契 那他不知道 你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之前先说 但是前提是 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 那一种是默默的付出 另一种是 好像 你让他知道 你付出 那有这个心就不对了 那就是 纯粹的刻起表面的 但是 你得知道 你像那个故事说的 你爱吃鱼头 我爱吃鱼尾 那只是一个 夸张的表现 但是现实有没有 当然有 让了一辈子 结果发现 还不如不让 那明明他就爱吃鱼头 然后 结果你把鱼尾 让给他 你抢鱼头吃 你不爱吃 那是很可笑 很可悲的事 你得先明白对方 这是前提 那说 有老有小 到底先让谁呢 那就是 看谁懂礼貌了 因为我更懂礼貌的 我就 让给你 当然 我这个东西 我真的很需要 这是 更重要的 就是谁 需要 把这个东西 让给谁 你说就是我的 那你的 你可以不让 但是 如果是真的 有大爱的人 谁需要 就可以 这个话又说远了 有机会我们 达到这个 层面 再说 达到一定程度 已经不需要的人 不需要的人 那